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走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不被看好 两人在一起的五年间屡屡被传情变 但都被他们一一否认 不过这一次他们真的分手了 今日陈伟霆在深夜突然发表微博 以至你们为题写下长文 宣布了与阿萨分手的消息 他在长文中写道 只怪自己的内心原来并不像外表般坚强 我们的爱也不像自己想象中坚固 所以我们以最合选的方式分开 陈伟霆发表这篇长文后不到五分钟 阿萨也发表了一篇内容完全相同的文章 他只是把标题 至你们改成了至每个关心我们的朋友 两人共同的经纪人霍文希 也在微博上证实了他们分手的消息 并给予祝福 希望他们能过自己开心的生活 陈伟霆和阿萨真的分手了 这个消息让准备洗洗睡了的网友们炸开了锅 就在两人发表分手宣言的前一天 陈伟霆和阿萨同车出游秀恩爱的新闻满天飞 新闻标题也标注破分手传闻 而这满平秀恩爱还不到24小时 两人就宣告分手 真是太突然了 陈伟霆和阿萨分手声明发布后 引起了粉丝不小的骚动 花痴粉们对大师兄恢复单身 表示的相当激动 恭喜重归单身生活 终于分手了 打王是我们的了 而阿萨的粉丝纷纷安慰阿萨 你值得拥有更好的 并指责陈伟霆 红了就分手 渣男 还有微博大号爆料陈伟霆劈腿 新戏合作演员赵丽颖 才导致和阿萨分手 不过对此爆料 阿萨在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就站出来 坚定的否认 他们之间有第三者的介入 而外界对陈伟霆红了就甩了阿萨的猜测 阿萨也表示否认 并挺身维护陈伟霆 首先她是一个 就是认识了很久的人 就算现在不是情侣 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我认识了她这么多年 我很清楚她是一个坏人 她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她不是一个坏人 阿萨以Twins组合出道 曾红遍大江南北海内外 而出道至今 14年阿萨的恋情并不多 早年因拍戚曾先后 和余恩乐黄又南传过绯闻 但都未经本人证实 2010年3月 阿萨和郑中基突然宣告已婚 同时宣布离婚 这个消息当时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更让人震惊的是 在阿萨和郑中基宣布离婚不到半年 阿萨就承认和同门师弟陈伟霆 已经相恋三个月 并表示因为两人近期合作太多 互有好感而自然发展出感情 陈伟霆是谁 在2010年可能很多人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过 因为当时的陈伟霆只是一个选秀出身 成绩平平 不温不火多年的小歌手 当时的阿萨背负着婚内劈腿陈伟霆的骂名 很多粉丝为她感到不值 为了一个名不经传的小歌手 受这样的委屈 值得吗 不过当时阿萨并不理会外界的刘言飞语 和陈伟霆高调的相爱着 我们其实都是很普通的情侣 就像你们一样 阿萨不惧流言勇敢爱 但是因为女强男弱太悬殊 所以这段感情一直不被外界看好 而且两人工作繁忙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2011年Twits举行合体演唱会 但是这么重要的时刻 陈伟霆却因为工作而缺席 而阿萨在陈伟霆的新片 扎直上映的时候 却表示自己累得只想睡觉 并没有时间去看男友的新戏 两人的冷漠表情让人怀疑 可能是感情变淡了 不过阿萨和陈伟霆否认情变的传闻 表示只是工作比较忙而已 我们就放那个精神 放在我们的工作上面 努力工作就好了 2012年后 陈伟霆从歌坛逐步转向影视界 2013年陈伟霆又将工作中心转移到了内地 连续接演了不少电视剧 2014年陈伟霆出演的电视剧《古剑奇谈》开播 出人意料的是 这部原本并不受人关注的《古装神剧》播出后 竟然让剧中的两位男主角 李一峰和陈伟霆 莫名其妙的一夜爆红 陈伟霆因此剧名气大涨 俘获了无数粉丝的心 当年就在这里 我答应过投诉 陈伟霆红了 再也没有人说 他和阿萨是女强男弱的组合了 大家反而一致夸阿萨有眼光 早早拴住了陈伟霆这么一匹黑马 两人的名气算是持平了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爆红之后的陈伟霆 比以前更忙了 两人相处的时间更少了 回香港的时间 这两个 两天 这一两天 那就到香港 不仅回香港的时间少了 陈伟霆就连女友生日这么重要的日子 她竟然都缺席了 而阿萨每每被问起陈伟霆 也没有了往日的甜蜜 甚至公开抱怨起了男友 现在 好像已经移民去横店 他已经 一年十二个月 他已经有七八个月 不在香港 两人聚少离多 于是请便的消息 也开始频频被爆出 几乎每隔几个月 就要被传一次分手 更有矛头直指陈伟霆 自己红了之后 便开始冷落阿萨 不过对此 陈伟霆表示自己的事业 才刚刚起步 希望大家不要过多的 关注她的感情 而忽视她的努力 而所谓冷落阿萨 导致情便的消息 她更是连连否认 没有 她也是在忙 其实大家也在忙 其实 我还没到立地之前 在香港也是差不多这样 因为 拍电影 也是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 尽管陈伟霆否认自己 红了以后冷落阿萨 但是从今年五月开始 两人的关系 似乎开始逐步恶化 阿萨被问到 有关陈伟霆的问题 都是一脸不耐烦 唯恐笔直不及 有名了 交给你 谢谢 谢谢大家 今年六月 陈伟霆获得上海电视节 最佳男配角提名 面对媒体 阿萨的恭喜 似乎并不那么走心 甚至有些敷衍和冷漠 恭喜她 恭喜恭喜 恭喜 不久前 陈伟霆购置了 名家的第五套房产 外界盛传 这是陈伟霆为阿萨 悄悄准备的婚房 而这一次 当被问及此事 阿萨终于怒了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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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 现在我们都过得很好 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 上个月 Tunes及陈伟霆 携英皇一众艺人 在澳门出席了 英皇娱乐 十五周年演唱会 如果说平时工作忙 相处少 那在这种 欢聚一堂的时刻 可以好好填蜜一把了吧 然而陈伟霆和阿萨 在现场表现得 相当生疏和见外 全程无交流 即使紧爱在一起 两人也没有任何的 眼神接触 到了采访环节 两人也都是 不约而同的 对感情单肩其口 因为最近确实 有太多 太多就是 不一样的新闻 其实不好意思 我这个方面 也不想回答太多 工作的时候 聊工作的事情吧 当时就有媒体 爆料两人情变 但是英皇公司 坚决否认 甚至不惜以炒作证明 斥责这个爆料 不过没想到 一个月后 阿萨和陈伟霆 真的分道扬镳了 两人在一起 五年间 外界种种不看好 多次被传情变 两人一直坚定地 站在一起 而这一次 陈伟霆和阿萨 真的分手了 两人也承认 分手的原因 和外界的舆论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果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事果不理会 所有人的目光 尽情享受生活 觉得这个世界 只要有爱 就可以排除万难 不过这些想法 可能太贪心 太梦幻 或许这就是现实 又或许这些 都是上天 给我们的考验 其实舆论压力 真的是挺大的 而且是越来越大 因为我跟他都 没有很多时间 大家都要工作 达到一个程度是 没有时间去处理 然后就觉得 会开始唇不过气 相恋五年不容易 更何况经历过 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在一起的时候 要好好珍惜 现在既然不得不分开 那就像他们 分手生命里写的那样 为这段关系 停留在最美好的回忆吧 虽然他们分手了 但是我觉得 阿萨的一些举动 还蛮让人感动的 就有人说 这个陈伟霆的时候 阿萨第一时间 就出来回忆 说他不是那样的人 我就觉得真的 虽然爱不在了 但是琴还在 所以我说的是对的嘛 就是他们真的可能 就是之前就分手了 现在才公布 你想如果真的是 现在才分手的话 是不是还会有那种 痛哭 伤心 难过的时候 不会像现在 这么风平浪静 他们不爱 到底惹你什么了 我讲事实观点嘛 不 我们不讲这个事情 接下来的时间 马上看看 我们今天的娱乐数字 有请我们的蜗牛 娱乐新鲜事 数字来播放 大家好 我是温牛 马上进入今天的娱乐数字 娱乐数字五十字 刘德华五十四岁生日 全家福首次曝光了 明天呢就是 天王刘德华 五十四岁生日 他提前举办了生日会 邀请千名粉丝 一同庆祝 现在呢 刘德华还邀请了父母 太太 女儿等 一同上台 拍摄全家福 还扮演了孙悟空表演节目 女儿刘相会上台之后呢 生意师全程是躲在 刘德华的怀里 画面温馨十足 让我们一起祝福 刘天王生日快乐 女儿数字三十四 李承为三十四岁 范冰冰举办粉红生日会 范冰冰今日呢 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 第三十四个生日了 男友李承除了准时 在微博公开放闪 就像范冰冰之外呢 还最近心思地 为他举办了一场 以卡通为主题的生日派对 现场是摆满了 粉丝系列的 Hello Kitty的公仔 而瘦身范冰冰 头戴粉色的花环 身穿粉红色的花拳 亮相十分的娇俏咯 就现在李承为这场派对 支付了六位叔的 高王的策划费用 哎呦 各十百千万十 哎呦啊 这男友这样 用心想必 范冰心里一定是美滋滋的吧 原来这次时 吴彦祖从一招拍戏 撞伤鼻子 失去知觉十秒 吴彦祖近日 简直是随运连连了 继六月吊钢车 摔伤了肋骨 上周被哀犬咬伤之后 近日又再拍摄一场 动作戏时 撞伤了鼻子 甚至是因为 这个撞击力道过猛 还失去知觉十多秒 最好清醒之后 人无大碍 这在鼻梁上 留下了少许的瘀伤 当真是拼命三郎呀 别的数字 五点二万 李小龙公共秘籍 在英拍卖 以五点二万英镑的成交 近日呢 英国伦敦拍卖了一本 已故无大推薪 李小龙 用于延续功夫的秘籍 以五点二万英镑成交 这本秘籍当中是记录了 螳螂拳的武功招式 而且李小龙 利用泳圈理念 融入自己的想法 利用英文 及剑猴符号来注释 加以改良 蜗牛就想问了 是不是拥有了此秘籍 就可以练成武林高手了 原来数字 八千二百八十五 威尔史密斯自爆 向妻子告白 八千二百八十五次 美国的男性 威尔史密斯 竟是偷抹网络 晒出他与妻子相恋 二十周年的告白 自称对妻子已经唱过了 二十次生日快乐歌 买过十九份生日礼物 吹过七百三十七根的蜡烛 对妻子说 我爱你至少有八千二百八十五次 而且在这个星球上 将近四十亿的女人当中 只想跟妻子一人 共度未来的人生 哇 这么浪漫的男人 丽丽太太 真的要太幸福哦 好的 再看点 将近一辈子 控化提刷存在感 一暗讽出席 否认分手 黎敏昊秀制 变形很稳定 追上霍建华 人气超高 引拥堵 取消见面会 忙道歉 网络最新娱乐动态 这叫热点娱乐世界 然后换回到娱乐新周刊 大家好 我是顾翔 大家好 我是希少笑白 接下来讲讲 尊丧 霍建华 花钱古播完之后 她的人气又一次的爆棚 前几天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因为人太多 后来她这个安全出问题 就活动取消了 我觉得见面会 取消谁的都不能取消霍建华的 真的 为什么 你知道吧 霍建华特别适合当导师 之前有听说她的一个粉丝 人家特意到横店去看她 她教育了人家一个多小时 就说你不能自己来 特别危险等等 然后这个粉丝 以后回去就特别乖了 你看这次见面会 就应该让霍建华上 教育个三个小时 这次见面会 绝对人人都有秩序 由以后参加谁的见面会 都非常有秩序 有道理 没错吧 没有听她的教诲 觉得好难过 我也好想去 好 将来的时间 马上看看我们的娱乐观点词 十六关键词 尊上 超人气就是很任性 因为热播剧花千古的高收视收官 霍建华饰演的冷峻高贵的 尊上白子化全了不少粉 被无数女粉丝 视为理想男友 纷纷喊话 尊上快来爱我 这部最近人气爆补的尊上 霍建华在杭州举行见面活动 由于热情的粉丝 把活动现场挤得水泻不通 甚至有人昏倒 还有人爬上工地搅手架 为安全考虑 不得已取消活动 活动取消后 霍建华随即通过个人工作室 发出视频 向粉丝问候并致歉 还特别贴心的主粉丝 回家时要注意安全 由于现场的安全隐患 导致了现场的活动 必须要取消 在这边非常的抱歉 霍建华对活动现场 粉丝的安全特别在意 因为前段时间 也是同样因为粉丝过于热情 差点造成严重意外 当时霍建华刚于现身机场 就被狂热的粉丝 为了水泄不通 寸步难行 现场非常混乱 有一位粉丝被挤得摔倒在地 吓坏霍建华 他立把冲上去 扶起这位粉丝 这场面看的大家是 心惊肉跳而霍建华的超高人气 自然是互言而喻了 霍建华出道13年 虽然他是一眼偶像剧出道的 但是他的古装扮相 更深得观众喜欢 无论是先进三里的徐长青 还是笑江湖里的令狐冲 或是花千古里的尊上白子画 霍建华用他俊美的长相 和精湛的演技征服观众 如今的霍建华人气高到 只要静静地坐在那里不动 都会引发政府的骚动 可以说从戏里到西外 霍建华都保持一贯的冷峻和泪脸 对于粉丝的夸奖 他还会觉得害羞 很不好意思 作为拥有庞大粉丝的天涯四美之一 霍建华的低调与他的人气 完全不相符 倒是像提了增上白子画 他至今还是很不喜欢出席宣传活动 始终也没有开通个人微博 我拍戏的时候 我也不喜欢跟大家分享什么事情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我自己的 对 所以啊 可能就会跟人家 人家会觉得你比较老派吧 比较无聊一点 演戏以外的一切霍建华都不愿意过多提提 依旧是保持冷峻高贵的气质 但这也不妨碍尊上超强的吸粉能力 静着花千古热尽 霍建华正紧锣密鼓的拍摄 下一部剧 他来了请闭眼 在这部剧中 霍建华饰演犯罪心理学家 薄敬炎 有着反差极大的双重人格 而薄敬炎也是一个很冷的角色 看到这里小编想说 顿上准备好了吗 就有一票剧名要跳到盘里来咯 娱乐关键词存在感 相信于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出来刷一次存在感 这回他放过范爷镜桥舒淇开炮了 这件事还得从9月20号说起 那天有网友直言在娱乐圈活捉一位 只晒不吃的女明星舒淇 舒淇很喜欢在微博晒美食 都是高热量食物 各种吃吃吃 但他受极了 这位网友直指舒淇的行为 就是现实版的钱送一 只是一口都没吃 拍完照 食物就扔给助理了 紫花一出气的舒淇急忙站出来 为自己变白 活吃辣 但这也没用 很快好友赵薇也跑来打趣她 看你就没吃 不像我 时程都写在脸蛋上了 劫师无力的舒淇 干脆发一段视频 自证清白 视频中舒淇大口吃蛋糕 模样嚼很可爱 好好吃哦 真香 嗯 嗯 嗯 舒淇到底吃不吃美食这件事 其实没有什么可深究的 但另一位话题女星张欣宇 非要插一脚 隔空来挑戏 成功转移话题 当晚八点多张欣宇闲来没事也跟风 在微博晒出自己吃光美食的照片 并酸里酸气的说道 说女明星把美食拍一张照片 然后扔了不吃的人 我不是女明星 因为张欣宇发微博的时间点 与舒淇连的太过紧凑 又有女明星扔给不吃的人等关键词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 就纷纷猜测 张欣宇又在左腰刷存在感了 她此举是在暗讽舒淇吗 张欣宇的微博评论很快就被攻陷了 网友不客气地吐槽 这条微博真的是在找骂的 是她愈演愈烈张欣宇随即删掉的这条微博 隔天张欣宇更新微博 为善美食致歉 称下次发微博前会浏览一圈最近新闻 或者开个小号记录 而用这招刷存在感 张欣宇真是屡事不爽啊 早前张欣宇就曾在陈妍希饰演的小龙女 引发群潮时 发了一张汪星人头戴卫生纸的图 疑似暗讽陈妍希 招骂之后张欣宇又删了微博 还有范冰冰拍摄的 妩媚娘因尺度太大 遭总局检讯 范冰冰微博发文 别低头 皇冠会掉 别流泪 坏人会笑 张欣宇随后更新微博 不要低头 双下巴会出来 不要流泪 眼妆花了会愁 结果又删了这条微博 这样蹭话题刷存在感的方式 大家应该见怪不怪了吧 话说回来 纵观娱乐圈却有不少明星 其实是被黑起家招人气的 但小编想说 想要真正圈到真爱粉 还是要靠努力赢得尊重 靠好作品赢得掌声 如果可以踏踏实实靠实力说话 或许张欣宇早就翻身成为 下一个励志女王了吧 娱乐圈明星们的恋爱故事 起起伏伏曲曲曲折折 你猜得到开头绝对想不到结尾 最近还没丢出爆料称 男神李敏浩和秀智相恋 六个月分手了 据悉李敏浩与秀智 因为平日礼忙于各自的工作 聚小于多 彼此的关系也自然而然的 慢慢疏远 不久前两人决定 整理恋人关系 重新做回前后辈 此分手传闻一出 网络上立马炸开过 怎么说分手就分手了 这完全不科学嘛 网友们也是操碎了心呢 在惊讶之余 纷纷跑去李敏浩的头号粉丝 袁勇宜的微博底下留言 亮亮姐起来买包了 男神分手了 亮亮姐你现在是不是 开心的飞起来了 发出今年三月 有媒体跟拍到李敏浩和秀智 分别飞往巴黎和伦敦 各自进行画报拍摄 在结束工作后 两人在伦敦立会 随后双方经纪公司 发表声明称 两人正在小心谨慎了解交往着 这才坐实了恋情 那会儿作为李敏浩的头号 狂热粉丝的袁勇宜 也崩溃了 她发微博说 自己又开心又伤心 今天什么都吃不下 要去买包 男神有了女神 让多少粉丝 暗自伤神 茶饭不思 肝肠寸断 虽然粉丝们嘴上说 一开始我们是拒绝的 但其实心里面 还是默默的祝福偶像 而就是这样一对男才女貌 看起来如此登罪的恋人 难道真的因为各自披视野 而分到扬镳了 要知道 李敏浩的上一段恋情 就是因为聚少离都而遗憾分手 2011年 李敏浩与朴敏英 在拍摄电视剧 城市恋人假戏真作 但这段恋情曝光后 不到半年就分手 难道男神这回又充当覆辙了 就在外界议论纷纷 留言四起时 李敏浩的经纪公司表示 已经向本人确定过了 二人没有分手 仍在交往中 而秀智的经纪公司表示 分手传闻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 瞬间平息留言 力破分手传闻 原来分手只是一场徐精啊 看到这里小编啥也不说了 只想喊话亮亮节 男神没分手 赶快去买包压压惊吧 我觉得现在网友 真的是一些神回复 你说李敏浩和秀智的爱情 不管是分与不分 他和这个袁友宜有什么样关系 除此之外 他和袁友宜买不买包 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真的觉得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些问题的呢 不是 关键是我有点看晕了 就是这个袁友宜到底应该去买包呢 还是不应该买包呢 好了 接下来视频马上看看 我们今天的娱乐图说 有请我们的蜗牛 明星趣事多 带多来说说 大家好 我是温牛 马上进入今天的娱乐图说 蔡林新变眼镜追潮流 新的蔡林在微博当中是晒出了一组照片 照片当中啊 蔡林带着不同样的个性演技 调皮自拍了 那啤酒杯 红酒杯 手制造型的眼镜样样有 这新变的眼镜被蔡林带出了 不一样的时尚感了 搞怪又酷炫了 挺跟潮流的蔡林 还逗趣地调侃自己抓不住流行 没有你抓不住的 只有你不想抓的好吗 杜醇杨颖上演九吻遭恶搞 电视剧《大汗情人之云中歌》正在热播 出演杜醇和杨颖的一场 以纯缠久的九吻戏截图 到网友们的接力恶搞了 在两人纯美吻戏的剧照下面 勾描出各种想象的画面 从杜醇边接吻边给杨颖喂子鼠 到杜醇偷拍两人接吻 内心窃喜 谈算着一会儿扒朋友圈 再到杨颖感叹 杜醇终于懂得浪漫会跟她 双手比心 就网友惊不出调侃了 你们都让开 我来替黄小明报警了 前一媳妇许子齐 晒运渡老公 甘当车夫 前一媳妇许子齐呢 已经花了九个月的时间了 可谓是临盆在即啊 这呢 许子齐大晒 大肚婆福利 上方李嘉诚 甘做她的拉车夫 九个月当中呢 许子齐坐在木车上 李嘉诚合在一旁 拉着绳子 简直是甜蜜盗爆 我都就想说了 你们太任性了吧 放置豪车不坐坐木车 林伦微博晒儿媳 林伦的大儿子林子豪 因为参加真人秀节目爆红 女孩们呢 都纷纷喊着 要当林一伦儿媳妇的心情 看一下林伦最近 在微博上晒出的一组照片 就知道了 诶 这各路的儿媳 大显神通 将林子豪以往的家人 还有朋友的合照 进行神修图了 林子豪或将女友勾肩在怀 会与妻子晒结婚照 还有与公共林一伦合影 蜗牛就忍不住想问上 林大哥 你究竟想让个啥样的儿媳妇呢 袁杉杉杀坏外国小萌娃 其实呢 袁杉杉晒出两张 逗外国小萌娃的照片 只见她一手一在 婴儿车旁 微笑地看见小朋友 母爱爆棚呀 但是呢 她再靠近一点时啊 小朋友却真的 就缩到角落里 似乎不想让她接近 蜗牛就想说了 哎呀 小朋友此刻的内心 独白应该是 额杀死宝宝了 欢迎来到娱乐新时尚的环节 答对题呢 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上周的正确答案 就是蔡依林 恭喜一下的朋友 获得是于田亲笔签名的专辑哦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问题 就是图片当中的时尚明星是谁呢 只要你关注我们娱乐新周刊的官方微博 回答正确问题 就会有机会获得有 吴克群亲笔签名的专辑一张哦 是的 在最后呢 告诉大家 如果想得到更多视频的话呢 可以登陆